早上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馬迷早晨 世榮星期二又和大家見面 談談第二場早餐賽事 這場賽事比較形勢平均 範圍亦闊 A欄似乎沒有跑道偏差 但實力平均也不容易 大家也要留意 講未講之前 記得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下角有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馬上帶大家看看 用建制賽馬APP 看看九場賽事 第二場七點三開跑 大家要記得不要錯過了 待會一開直播 立即看到為何跑到第二場 其實就不是 因為第一場六點九開跑 有九場賽事 我們講一下我們的第一選 四選排序 選了第一隻快利寶 選他不是因為他十二檔變一檔 上次輸這麼遠 都可以嗎 其實這麼說 八歲馬 多少都有些退化 究竟玩到什麼樣子 才會動手 其實你可以看 他之前找巴道騎 都有個試襲 一落斑 戴頭套 立即上薄 當然不及得 放頭那隻迷魚 跟前走 放下回來 因為步速比較慢 也追不到 但是 要留意 就是說 這隻馬 其實在五班千六 即一里 已經有能力 然後高伯生說 趁一隻馬 不如適合 12月 再將他轉泥地試試 夜來那天 都頗乎 但是問題就是 有雷亭戰區 這些騎後 贏得這麼容易的馬 你多少都不夠他跑 泥地也非快利寶所長 所以當然沒有 然後去到一月 哇 這個就糟糕了 走去擺前一點走 因為十二檔不縮後 改變了跑法 其實也有小組問話 在這裡問一下潘頓 他說 沒有獲法騎任何賊騎指示 快利寶 就說這隻馬出閘迅速 這次輸得遠 就怎樣 令到這隻馬 排隊大外當 下次會變回冷 八歲馬 一定沒有人要 變了馬雅 潘頓又不要 好像棄騎一樣 不過大家記住 這隻馬能力依然在 一檔 他就不用留到 好像那次十二月頭 試圓閘 那樣留得比較厚 那我想 他有機會可以放在 玻璃位 或者玻璃位後面 即是貼內欄第三位 是一些好跑的位 雖然你看 如果你看統計資料 你也看到 其實 谷草 1650 WIN最多 就是一檔 也是最容易上名 接近一半 又是那句 隻馬不是太廢 都儘管要考慮 這些就是屬於什麼 就是不是太廢 為什麼這樣說 如果你看回統計資料 人家1650 三WIN 五個第二 跟著三個第三 跑了三十次 拿勤工 長期服務獎都可以 所以這些馬 雖然 當然是退化的 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不過他評分身低 靠個當位幫助 可以試 這些可以 打完王牌 也有優先出賽權 誠意也好 你看看他的神速記錄 其實他也沒有缺貨 跑完休息兩天 然後大年初一 然後跳完休息一天 然後慢慢做一些正常功夫 那已經足夠了 所以就選了第一選 至於第二選 就選了奮鬥重心 每次輸這麼遠 可以嗎 真的可以嗎 如果你看今季 好像全部都包了尾 為什麼突然會選這些 平榜園把他減了五分 就是之前的輸得遠 是怎樣 來自四班的 來自四班的你 來自四班的馬 但是 你說這樣也不代表 下五班可以 是不是 你經常都包尾 下五班 最多輸四五個馬 那又為什麼會得 你再看看 這隻馬 其實他曾經試過 擺前走的 不過 就大敗 你說那有什麼問題 那隻馬 就是不行 你看之前 都是試過 十四檔 在三班 下四班 擺前走也會輸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這場 其實他流鼻血的 三班馬 又放快報速 還要沙田千六 大哥 找黃俊減榜也沒有用 就是因為這樣 其實這些馬 本來流後跑 就不可行 應該是擺前走會好一些 那他也屬於一隻自購馬 都跑到六歲了 還沒開齋的 如果你看這個 統計海外賽職 其實他在外國 就是贏千六 就是贏千六 他說 怎麼贏 這個很重要 對手差不差 幾年前的對手 無謂討論 因為他都減了五班 都不一樣 之前他入三甲都是戴眼罩 亦都是在後上 但是這裏都有說 在我右手邊 說他步大均速 就是說其實他未必要後上是最好的 反而他都繼續戴眼罩 反而手中間位 會比較好 內河就是每次都抽外當 沒辦法 沙田那些又不夠快 見到賣補速都沒用了 所以來到這個五班 那些馬再慢些 這場亦都不見得有些很快的馬 他四當有機會放回一些中間位 其實可能拍住快利寶 如果不是 就可能放在包箱位 組斷二埋入爛 都還可以 至於日日靚這隻馬 那你說 那都不代表可以 這麼無能的馬 會不會繼續輸四五個馬位 那你就放心 一隻有流鼻血的馬 我都很少見何良 操到怎樣 前所未有這麼積極 他最近 書包尾 下班 你看看 操練 雖然都是一個星期跳兩課 但是 大部分都沒有助手跳 而且 不夠積極 自從出現這次賽 休息完新年前之後 他這五十幾天 你別以為他病了 他沒事的 一直在做功夫 但是這隻馬 他的功夫其實是屬於辣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譬如在二十五號那天 他這個拍跳 其實他跟了一隻財進複聲 再之前 中華精神 也有贏馬的一隻馬 跟他一起拍跳 我看那個視集其實都不差 基本上 你按進去每一課 他都有跟其他馬在拍跳 看到那些功夫都算是積極的 什麼呂鷹複聲 他好像自己做了半跳馬 總之跟徐進複聲 其實是很積極的功夫 所以 證明什麼 至少健康沒有問題 一減減了五分 他有機會走進一些冷闢 不期望他贏 何良要贏都很困難 但是走冷闢 這些有可能 大家不要漏掉 至於日日靚 以前跑千二好些 如果你看回那個三甲 對上兩次贏馬 已經是莫雷拉幫他贏千二 但是都是四班 現在下了五班 跑一六五零 一隻馬其實能跑到 因為他的第一Vin 當年就是用莫雷拉在一六五零做第一個Vin 所以其實他是兩種路程都很適合 千二就壓縮了爆炸力 還有一個一檔幫他 在一些比較慢的步速 他都擠得起 對著弱的對手有得贏 但是一六五零就真的要 攤牆來講 四班對手太強了 在六歲的時候成熟了 有氣量 下五班多少會更好 雖然騎那個不是莫雷拉 不要緊 可以換一些賠率 隔了一格 熱身 彈的閘也是方者一貫薄馬的手法 你不用介意 輸十一個馬位沒有東西看 唉 這隻馬試了給你看 就沒有賠率 其實他熱身 在前五天彈的禮閘 彈的草閘也是為了連下氣量 試一試而已 所以其實不用太介意名次 好了 至於第四選 標形奧漢 這隻馬就真的試襲好 因為巴道騎下去 這隻馬也有少少反應 也帶了一個面箍 雖然之前你會見他經常輸很遠 甚至乎谷草1650也是 但是不要忘記 他來地1650試過跑過第四 其實那個走勢算是不錯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他泥地一直都有好表現 這隻馬曾經是輸給金津一號 大勝九的馬位那次 這樣一路布泥地都不行 可能轉一轉場 讓他跑草地也有機會可以 因為迷雨就是剛才我說快利寶那場 他這場就是輸給快利寶 所以我放快利寶前過標形奧漢 是對的 不過大家都不要留意這些馬 這次有個好檔位 而操練上也是正常 已經可以合到一些比較好的位置 也操練得很久 休息其足 有時就會賺到一些形勢 因為去到季中 其實體力也很重要 如果你整天跑 不行 這隻跑了一個月再來 但是日日靚 或者標形奧漢這些 隔的日子差不多兩個月 多少有些好處 沒有缺貨 可能這隻贏也不出奇 檔位略為虧 蝕底過快利寶D 所以我也繼續放在後面 給快利寶後一些 但是實際上來說 這四隻馬 我想跟大家說 分別應該不大 所以 記得 反正也有冷門在裡面 奮頭重心肯定冷到傻 所以 記得穿勻它 好了 講了這四隻之後 就講一下藍色邊線馬 大家下載了APP之後 記得按這些心心 廣告回來 再跟大家 支持一下這個頻道 訂閱 右手邊有四星龍珠 之後再跟大家講一下 接下來的四隻 藍色的邊線馬 其實沒有四隻 只有三隻 華麗全城試過 巴道騎過 都有一些不錯的表現 潘苓輝騎過 有些不錯的表現 又在其成和愛逍遙那次 就屬於利放的1650 那場雖然步速略快 你看到兩隻 尤其是莫萊拉那隻 遠遠彈掉了 只有華麗全城 可以自己追到 那就是證明什麼 證明這場馬 後上馬這幾隻 是比較厲害的 你看回日日靚 雖然 你說再試襲好像輸很遠 但是以前 這隻馬已經是三輪 基本上都不算太差了 另外就是世紀之威 其實輸的距離不遠 增情二千難那麼多 他就輸近了 證明什麼呢 證明這場後上馬 真的有點吃虧 不過為什麼我不選他呢 其實是因為他抽個檔位 繼續再差一點 比上一次 所以我想對這隻馬來講會難期 因為這場步速不是很快 除非他中間會中斷法力 我又不覺得潘明輝會經常用這招 隔了一個月 其實他就 大家都可以考慮 他也是屬於 又在其成愛逍遙 都是屬於快利寶這場 嚴格來說快利寶輸遠一點 輸八個馬位 連華麗全城都是輸五個馬位 但是這一場 大家的檔位不同 騎士也不同 所以我會比較看低一點 這隻華麗全城 如果他不是那麼差的檔位 可能我會拿他代替 表現奧漢也不奇怪 這個就是自己拿捏一下 因為這些炸馬 頭七隻真的很接近的實力 裡面當然有冷有熱 外檔那些我通常 如果你認為實力接近 我就當位行先 至於口有無敵 他遇到的情況一樣 不過他的實力再低一點 他不是完全沒有機會贏 你看到他上次 就算包尾也好 那次是三疊沒有遮擋 堅有料是賺了一個慢步速 而方贏的 就算你用堅制APP的老闆 堅有料也贏了 我也是這樣說 公道一點 有時候講馬歸講馬 不要帶這個主觀感情 我們叫客觀求證 接著這隻 沿途走三疊沒有遮擋 輸得遠 你抹了他 正常跑谷草1650 這隻馬是會贏的 田泰安又騎回 證明這隻馬是怎樣 有機會 不過這麼慘 八歲馬加了分 又抽十當 很下風 所以跑個坯 盡量搏 趁這隻馬還能保持 休息了兩個月 你看他的神操紀錄 沒有問題 沒有大缺貨 不過八歲馬唯有靠保持 好似那些四十歲附近的女性 做一下飛掃 保持 保持 不會再好 另外 這隻很聰明 這隻很聰明 這隻馬 就不同 剛才那些舒慢步促 或者開始退化 他還有一點進步 如果你看他今季 其實他早段時間 即是在季初的時候 他特意做好 熱身一場之後 他特意做多兩課功夫 提升馬狀態 然後可以打踏上名 其實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說鄭俊偉的馬 如果打踏上名 通常都是有些能力的 因為沒有傷患的話 其實很難做到 因為鄭俊偉練馬 馬已經不太穩定了 如果大家按一下 《賽果及派彩》 大家記不記得 在泥地那隻金剛石 鄭俊偉 之前我貼了 那次也有貼幾次 跟我攻勢 我就是跟大家說 我說一隻 鄭俊偉馬房 可以保持上名的馬 終歸 你看看 就贏給你看 所以有時候 不要不相信 我硬不喜歡 鄭俊偉的馬也好 有時候你看到他的馬 準 或者能力表現到 你就不要想吃冷 其實他也是想贏的 就算五班也五班 頭馬也是一場 所以這場 大家都可以留意 他追到奧隆區 金剛複星那些馬 奧隆區這場 已經賣到剩下過八的大閻門 三隻平牌衝線 他就蝕萬無促 和金剛複星都不煌多樣 所以你也可以視他為這個金剛石 這一種馬 所以在這場 都有機會 八檔不算太差 攝得漂亮的話 賀永年也有機會追到 就是第二隻金剛石 不過不是蔡明紹 所以這些馬 我也覺得 應該是要放在前面 做你的選擇 譬如四電環 單T 你預算回去 但是位置Q 看什麼賠率 如果十多倍 可以 你說如果去到六、七倍 七、八倍 就不要了 不值得 講完這些邊線馬之後 後面有一堆馬 有五隻我沒有選擇 甚至有兩隻畫了 先去廣告 回來再跟大家講一下 為何這三隻我不選擇 你說對了 金剛複星 很聰明 之前萬步速追上來了 所以其實強的馬 大家可以分到沒有 說了這麼久 馬迷世界 有時都不想說太多 因為有時題材重複 放不同馬身上 又說一次 很悶的 我都怕大家看到悶 如果不是 不用放Tammy的照片上去 放我自己的照片上去 其實你看 萬步速追上來 輸給堅有料 就是顯示他的景 所以他之後 沒有堅有料 過來谷草跑 就保重 心意很好的 所以買到過八 不過過八 一隻五斑馬 贏一條頸 都是不好 還要靠他一檔 可能抽十檔 他已經輸了 不過抽十檔 不會過八 這麼說 但是這隻馬 贏完再加分 抽外檔 三虧 因為再沒有一個 比較快的1650 步速給他 這場沒有什麼馬 放的 沒有快步速 加了榜 抽外檔 不能貼爛 三樣東西 那你就會累死他 因為這場 你會看上一次 金剛複星很厲害 那些都是追你不及 因為你早走了 其實是潘頓機警 當然是 但是這場潘頓很難機警 九檔走三疊就玩完了 你說不是 縮後一點 就可以有二疊 那你要中斷法力 那不是不行的 他以前爆谷 他都試過經常用這招 看看怎麼做化 所以我就不選他 變數太多 也偏偏 一對後尚馬追上來 其實金剛複星也是這樣 稍為 在那天的形勢 2月9日 賺了後尚的形勢 雖然這場慢步速都不理追 奧隆區和他都是虧的 他再虧一些 因為抽個十一檔 迫著縮後 這隻馬 其實跑1650 可以放七八位左右 不用留那麼厚 莫里拉也試過輸給堅有了 所以你看 奧隆區和他 大家都輸過給堅有了 這隻就更加要靠快捕捉 不過拼到幾次之後 就好像精算赤艷一樣 算了 你放過蔡漢的五班馬 雖然他1650一定會拼 因為他排除隊 有精算赤艷那些 但是 這隻馬 找到莫里拉 而偏熱 我就覺得不值 你想想你是蔡漢 或者你是田泰安 你會不會自己 博失了輸的頸 下次就不騎 下次你都會心想 如果我是田泰安 如果抽六檔 抽五檔就好了 立即跟潘頓說 你如果不是抽一檔 你輸給我 在更衣室說 我猜 但是 這樣也不騎 就是不行 不關莫里拉 拿了一隻馬士 所以可能很有目的 好些 田泰安選了這隻 但是 十二檔 也不刺激 至於旅遊達人 這隻馬 僵口上 還沒有很穩定 這隻馬 有時有點急 跑一里 就肯定對 也是跟前 或者放頭跑的 這場有個二檔 其實幫到他的 但是我不知道 那隻馬 隔了三個星期 他不會進步很多 這是第一 第二 你雖然會賺到慢步速 但是 夠不夠熬到 冷坯回來 這些馬 夠不夠熬到冷坯回來 就很視乎 那天的A欄 就是明晚的A欄 是否來放 這件事 我覺得很難 要搏 那麼多變數 而不是很有顯示 他的能力 我就不想 其實大家見過 他休息完一會 之後 找巴道擺前 就OK 四班 所以五班 我也有想過 他應該可以 不過 這隻馬 有一些神經刀 你泥地那場 你抹了他 這場 他又無緣無故大敗 我真的猜不到 所以 比較難猜 這些馬 暫時再觀望一下 看看下次會不會 找到 跑得近 巴道也好 或者 或者 到時 跟師家三 利潛領 那些也好 才再想 可能A欄跑完 休息三個星期 就變了師家三 到時才再想 至於有兩隻 畫了的馬 有分別 幸運勇區 這些馬 雖然 看統計資料 從來 都沒有上過名 亦都出得菜少 可能會有進步 不過 這麼說 這些馬 就算沒有傷患紀錄 你看過蓋耀的往跡 他真的每次都 完全沒有競爭力 亦都不是輸形勢 你跟前走 大哥 前面 無限驚喜會展大人 不是跟前嗎 頭四名都是跟前的 你都跑他不贏 那就算了 放過去吧 師主 無謂追擊他 所以 這些馬 好東西不用留下 欺慰心 有美女 或者有好的女朋友 怎麼會留給我 沒用 所以 奇妙飛揚 亦都是另外一隻 我覺得可以再擺後一點 不是因為他大敗 而是因為他持續地沒有表現 這些馬 就算沒有跑過1650 脫了眼罩 不懂得飛 除了臉孤 其實呂健威也是試試 如果平榜園減了五分 可以突然間 休息一個多月 變成贏的話 那是什麼 那就是說 平榜園的眼光 都錯得很厲害 所以這些馬 就不同 萬事旺 萬事旺 那些是 休息一整年 腳有傷 顯示他輸很遠 然後 養好 你就搏他 那一種 是有希望的 這些 沒有事沒有肝 隔的日子不久 我會說 沒有希望 差不多 畫得 擺包尾 都應該不會看錯 有些信心 希望不會 WIN來剝奪牙 原來加個眼罩會贏 這麼厲害 應該是不會的 所以在這裡介紹給大家 大家記得 用肩仔 自己將它排序 選擇顏色 黃也好 藍也好 烏克蘭國旗的顏色 或者你不喜歡 畫了在最後 變成像俄司 記得 都下載肩仔 採賣APP 是完全免費的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稍後還會有更加多 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等一會 先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收看這個馬米早晨 拜拜